Hello everybody, I'm Dave the Duck This is A Cup to English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五个改善口音的方法 还有,这些方法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呢? 那首先要澄清一件事情啊 我所谓的口音不是说我的口音或者是其他所谓的标准口音 而是一种你喜欢的口音 不管是美国腔、英国腔或是澳洲腔呢 只要你喜欢,他们都是好腔调 前提就是要发音正确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拍这个影片也不是要去怂恿大家说 你一定要去改善自己的口音 只要你发音正确 外国人是听得懂的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也可以保有你自己原有的腔调哦 毕竟那是你自己的identity 回到正题啊 就是呢,有时候我有些同事都会问我说 Why do you have an English accent? 就是你怎么会有英国腔呢? 那通常我遇到他们,我都会回答说 Oh, do I? I haven't noticed that Maybe it's because I studied in the UK And my best friend is from Manchester So I gradually get influenced by him 然后他就会开始跟你聊一说 他在台湾很少遇到会讲 Tomato的人 所以就会开启了你们 他绝对你的好奇就会开启你们的聊天 例如说你怎么学习英文啊 但今天就要不尝试的来跟大家分享我尝试过的方法啦 我尝试过的某一种方法呢 是我觉得蛮笨的 而且其实是最没有效的 就是我那时候在网路上看到一个传闻是说 如果你学了第二外语 你可以把你的第一外语的腔调改变 我那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太神奇了 我想要去学学看 所以我就选了法文 想说欸,其实法文跟英文有些字是互通的 说不定也可以因此的增加自己的智慧量 殊不知那个法文根本就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想要数字那一刻的时候 我整个不行了 重点是 我到现在最会讲的一句法文是 Numéjou de téléphone 意思就是 你的电话号码几号 结果我数字根本就没有学起来 他的97要讲 gathe van die set 20乘以4加10加7 然后他们的电话号码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念 例如说像英文他可能就是 0988这样 法文要两个字两个字念 所以他88会讲 我真的忘记了 gathe van 呢? 反正就是非常困难 根本就是在搞人的数字系统 所以就是 只会讲电话号码 结果还不会数字 所以我法文就是非常的烂 那改善口译的部分呢 我就去我法国人说 那我讲法文有没有改善我的口音 结果法国人竟然跟我说 你讲法文讲得蛮像韩国人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 学法文这段时间 到底有没有帮助我英文成长 虽然我觉得这样有点 对不起我那时候法文补习班 因为我不是真的真心想要学法文 因为我那时候花了很大量的时间 还是在读英文 所以 法文补习班 对不起你 第二个呢? 其实我觉得第二个真的就蛮有效的 就是你只说一种语言 那只说一种语言的意思就是 你要假装你不会讲中文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假装自己不会讲中文 然后所有的台湾朋友来跟我讲话 我都只跟他们说英文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 欸其实我不会讲中文欸 就是I don't speak Chinese I don't speak Mandarin 我觉得这有一个方法是你可以 稍微去掉一些你中文发音的习惯 你长时间不讲一种语言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没有那么多的发音习惯 会带到你的英文去 而且你要一直习惯自己的英文腔调 要把英文讲清楚 你这样才有办法跟别人沟通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只讲一种语言其实是非常好 但是对不起那时候的朋友们 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学过这些技巧 然后你也不想像无头昌眼一样到处摸索的话 上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那坊间有非常多非常多 发音的训练班啊 或是跟读技巧班啊 或是很多直接只单纯教发音的 那我个人有上过很多不同的发音班 那我推荐两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班级 第一个呢相信大家也都听过 就是李之蚂蚁 李之蚂蚁是我很多年前的老师 那他是李之大学毕业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在台湾教英国腔 如果他说他自己是第二 可能没有人敢说他自己是第一 那那时候坊间还流传一段话就是 考好雅思李之蚂蚁 如果你想要考雅思这个考试呢 你一定要去补李之蚂蚁 他有一些IPA课程还有基础班课程 就是把你的英文重新打掉重列 然后他就一步一步教你的包含长音 怎么认识IPA符号 短音还有一些发音的技巧 跟结合一些台语的方式 让你的发音可以更到底 并且教你的联音技巧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棒的训练 他也帮助我开启了我的英国腔之路 他可以说是我的英国腔启蒙老师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去他的课程看看 他现在有跟很多的线上平台 拍了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 我会把那些连结都一起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喔 另外一个我有上过我个人非常推荐的课程 就是ETJ English 他也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发音老师 你上他的课程呢 你可以终身免费观看之外呢 你还可以寄音档给他为期一年 那那个音档呢是他本人亲自改的 他可以听你的音档告诉你说 你舌头应该要再放上面一点点 或者是你的嘴巴应该要再小一点点 甚至是你如果exaggerate your sounds 他也可以跟你讲说 你的哦发的太后面了 你要发哦 么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 他对初学者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友善 因为他是全英文的在教授发音这件事情 所以可能你的程度要在中阶以上 会对你比较有帮助喔 不然你可能会很难去掌握到他所谓的发音技巧 跟他所谓的那些专有名词 再来这个方法呢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效 就所谓的更读 或者是有些人叫他shadowing 或者是echowing回音法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用 但是我其实有稍微改良了一下这个方法 很多人在网路上看到这个方法呢 就是他把一段话 然后直接原封不动的再把这段话重新复制一次 其实在对初学者来说 或是刚开始想要改善口音的人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或是有点难以跟上 因为他光要分析这个句子 可能就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 一开始的方式呢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 你先把那个节奏跟旋律哼出来 举例来说 如果一句话是 The man who passes the sentence should swing the sword 一开始呢 可以先藉由他的节奏或是旋律去哼出来 例如说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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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掌握到他的节奏之后呢 你就会对这个跟读的这个句子 会比较有可以掌握度会比较高 因为英文是一个非常有节奏性的语言 所以节奏不好的话呢 其实外国人是听不太懂 他会觉得 你是不是还有想要继续说什么 但是你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就一直在等你讲话 所以那个语调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 可能要先从语调开始练习 那等到语调开始练习 再一个字一个字的加进去 例如说 The man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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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然后这样 The man who passes the sentence 哼哼哼哼哼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节奏感掌握好 你的跟读就会更有效率哦 而且 那个节奏感一掌握好 你就会觉得 诶 其实我是可以念得到的嘛 就跟唱歌一样啊 最后一个就是 画虎烂 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 改善口音 就是 錢 你们看很多 很厉害的明星 为了钱 他讲话原本不卷舌 都可以变很卷舌 或是很多好莱坞的明星 他为了赚到这个片子的片酬 他可以从英国腔 改成超卷舌的 Water 美国腔 或者是从美国腔 讲得超posh的 Hello Darling 的英国腔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心 有人碰着一百万 跟你说 请你改善你的英国口音 那你一定可以 把英文这个字 练得非常好 但是呢 所谓的钱 其实就是你的目标 跟目的啦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 你想要把英文这个语言学好 那不管 你的诱音是什么 其实 你有一个目标在哪里 你就可以勇往之前 朝向你的目标前进哦 以上 就是今天的影片啊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帮我按下喜欢 也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 或是更多的同学 也可以改善他们的口音 或是让他们更有自信哦 也别忘记 我每周都在这个频道 讲一些跟英国腔 或是英国文化有关系的内容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 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